我这个现在真正的问题是 这个战争结束 加沙的政府怎么建立 因为以色列是反对哈马斯被包括进来 所以确定用巴结 可是这个是不现实的 因为当初巴结就是被哈马斯赶出去了 那而且加沙这个地方熟悉的就是哈马斯 那刚刚正元兄讲得很对 事实上他们本来是当地的服务队伍 那后来才变成战斗组织 可是以色列非常坚持 因为他说哈马斯随时都会产生新的武装队伍 所以你如果让他进来加沙政府 那久而久之他会实质控制政府 那法塔二根本就不是咖啦 尤其是那个阿巴斯 80岁了什么都不会啊 所以以色列根本就反对哈马斯进来 那他甚至建议让沙地阿拉伯他们派部队过来做自安的管理 然后美国派顾问进来都没有关系 可是一定要法塔赫自己来治理 当头啦 就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那这个就是很大的分歧啊 因为对北京来讲 你怎么可以干预人家主政府呢 那以色列的立场就是说 巴勒斯坦其他那几个政党都是废物了 只有哈马斯是真的能够主导一切的 那这个就没有办法讨论了 这个坦白讲这个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北京是完成了一大步没有错 他促成了巴勒斯坦各种派系政党的整合啦 可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没有人知道 因为你怎么知道他们会放下武器 就是这个就跟那个缅甸 他内部有11个民族一样嘛 那个那个谁啊 那个那个那个女的国务员啊 就是他欧山苏姬啦 他一开始要开那个民族团结会议 就有两个民族拒绝参加 那到现在还在打啊 所以就说你把那个所有的 都离北京进来当这个担保啦 可是如果真的打起来 那大陆人做什么 我讲的是巴勒斯坦内部不同派系啦 如果真的又打起来啦 如果到时候有权力之争啊什么的啦 那你能做什么 你在这里又没有武装部队 所以我觉得这个跟 这个跟伊朗沙奥地阿拉伯那种和解不太一样 因为这里卡了一个以色列 那以色列如果这个战后的政府要纳入哈马斯 我认为他不会同意撤军啦 北京宣言是一个非常难得的 北京在今年的四月份努力过一次没有很顺利 六月好像又有了一次 现在终于有了结果 你也知道喔 巴勒斯坦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现象 可能因为酒精战乱啊 还有因为有不足的气氛在文化在这里面 他基本上有一个巴结我们叫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他底下刚开始创立了有十个派系 十个政党或者叫做十个什么阵线啊什么运动啊 法塔尔自己的名字就是巴勒斯坦解放运动 听起来好像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一样 可是解放组织上面那个比较大的 他底下有团结了十几个单位经常各行其事 以前哈马斯也加入在这里面啊 那以前刚开始创立的是十个 对不起现在变十四个啦 哈马斯跟那个巴勒斯坦解里面的法塔尔 刚好是两个距离政策上对以色列差距很大的一个政党 一个认为要跟以色列和平共存 一个认为跟以色列是不共戴天的 有你无我 有我无你 要跟你玉石俱焚 就是哈马斯 很可惜就是这两个主要的派北 因为其他比较小啦 这法塔尔跟哈马斯 就哈马斯宣布脱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然后就自己干单干户 那就闯出这一天进了个大祸 我想哈马斯如果回想一下 这个决策是真的做错啦 因为你损失很大 得力不多 那中国在这个时间 从头到尾都一直在劝合 说你们自己都不合 怎么跟以色列谈判也不是 打架也不是 战争更不行啊 对不对 好不容易这十四个 简单讲是派系 其实这十四个政党 能够做下来 那王毅也跟他们提出说 三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停火 你不停火 现在战局是对哈马斯是不利的 第二个共治 就是说你们十四个 可不可以携手来治理加杀 有八人治八 这个不要把这个自己在那边 斗得很厉害 这个哈马斯前一段时间才跟法达尔打过内战 你不是给以色列看笑话吗 给全世界看笑话 其他阿拉伯国家谁敢帮你啊 没有人敢帮你啊 你们都自己打起来 我问你叫沙利阿拉伯怎么办 你叫阿联酋怎么办 那每个人都傻眼啊 这种事情怎么可以打内战 他还真的是真刀真枪打内战 还好他没有大炮 要不然更惨 只有一般的枪戒而已 第三个就叫什么 入联 你有停火有共治 才可能加入联合国嘛 你加入联合国 你才有办法争取你的国家地位 你在国际法上才有依据 你跟世界各国伸援手的时候 人家给你也是国家援助国家嘛 不然援助国家援助的政党 常怎么说什么怪啊 很少国家会援助另外一个政党 又不是帮人家搞叛乱对不对 很少这么做法 那这一次的北京宣言 其实真正重要的是什么 恢复巴结的法定地位 就是恢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就是同盟会啦 简单讲的同盟会 恢复这个说代表巴勒斯坦的 唯一代表 先确立这个 也就是哈马斯 终于鼻子某某某快 又回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跟大家拼起平坐 很可惜一件事情 哈马斯本来其实是一个慈善组织 注意到 他刚开始不是政党 就是很多穆斯林兄弟会的 在巴勒斯坦的分会 那出来做很多的慈善 盖医院啊弄学校啊 救助平民啊等等的 但是后来逐渐发展出 卡桑履杖的武装组织 那最后弄成变成政党 那最后犯下了这个战略上的错误 在错误的时间 错误的地点 打错误的战争 让巴勒斯坦这一次在架杀走廊几乎 人家国破三核在 他现在是国破三核不在啊 所以要挽救这个局面 中国可以帮忙 为什么中国可以帮忙 把你们大家团结起来 大家一起去跟美国谈判 才有那个空间嘛 现在不是要跟以色列谈判 是跟美国谈判 那只要美国能够搞定的话 美国现在也受困你这个问题嘛 也很愿意去叫以色列配合 那这样一来的话 加沙走廊就会在对巴勒斯坦 不利的情形底下 去达成一个停战的一个方案 全球的经济就所谓的这个 这个product cycle 就是产品的这个循环 应该是某一个国家 做了一个阶段之后 他由他再继续做 不具竞争力了 所以要换到下面一个 就会一路这样移动嘛 那可是中国就好像 很多东西他都没有放下去 就是为什么 第一个就是 他的制造的成本 还是不见得很高 就虽然他已经成长了很多 但是制造成本相对来讲 并不是那么高 可是他品质确实有保证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是 而且这个效率很高 那我觉得这一点 是其他别的 譬如像越南现在追上来 很多东西 包括鞋类的等等 但是不是全面能够追上 大陆还是继续也在做鞋 并没有说鞋类就 大陆就不做了 大陆还在做 他还是有竞争力 那越南在这一方面 找了他一个 那你说今天印度 印度的这个政府 本身的法规就是一个大问题 这是一个就是川普 我就很希望川普到印度去 一天把所有的管制全部拿掉 因为印度的管制最多 所以很多的厂商去 是看准你印度有一些 这个优势 可是印度也有很大的问题 他的infrastructure 他的这个所谓的基础建设 够不够好 然后第二个 他的工人的品质 是不是一致性很够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要 他有很高的软体的人才 可是工人的水准是不是够 我觉得这一些 大概都没有办法跟中国去比 所以很想移 包括我们台商 我以前就问台商 我说为什么你们不去移到印度去 他说确实是有一些问题 所以就表示是说 有可以让大家觉得想要吸引的地方 但是也有很多 就是当你评估之后 发现问题还蛮多的 那反而是在越南 或者我们讲说更多的地方 在这个高科技的 在中国生产是比较稳定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还是效率 就是我自己这么多年观察 大陆在海外的做的事情 都是靠效率营的 它的基础建设 一带一路 它大概帮你盖什么东西 都是能够提前 甚至就是说 转时完工或者提前 包括他们在国内的这些高铁 大概都是如此 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 等于是我们讲说 有这种记录可以查的 就是你觉得比较稳定 那我觉得可预测性高 那这个是为什么 所有做生意的 都是要去确定说可预测性高 而不是要有不确定因素太多 那我觉得印度 就是在这一方面 可能还需要再努力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酷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ow Your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